好 我们大家先请合掌 三千万千难道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验解如来真实义 愿之创安心 好 各位法师各位去到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67页 讲到这个萨哲宁见子 去找佛陀辩论 结果落居下风 自过覆处 就是佛怎么调伏 怎么度化萨哲宁见子 这个故事 这个是运香院里面的最后一经 非常多 好 那我们来看167月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前面就是他自以为师 然后找了辟蛇梨 这个五百的梨居子 然后去就是找了五百个年轻人 然后去看他怎么跟佛辩论 后来自多付出 就是没有办法跟佛辩论 那么这些人就举了一个屁欲 说他好像这个前面 说他好像这个螃蟹 脚被截断了 没有办法再爬进海里面 那他没有办法再跟佛陀辩论 好 那佛陀 后来这个尼剑子 问佛陀怎么教佛地址的 佛陀就告诉他怎么观无我 因为他就是因为有我无我 去找佛陀辩论的 他不认为无我 怎么可以说无我呢 那么他认为这个是邪见 后来佛陀再跟他讲 就讲到无我这个好 最后一段 萨哲尼剑子白佛言 取谈 犹如四夫 我现在看到这里 讲到这里没有错 犹如壮夫 丰润乱象 有可得免 是讲到这里吗 还是在上面 云河 云河交租地址这里是吗 部问区谈 1234567 好 某种区事 好 我们这里没有讲 不好意思 我话错掉了 好 那么他问佛陀 那么这个 多位弟子说什么法 让他可以得解脱 离诸一窝 那佛陀跟他讲 那么就是 怎么去观察无我 那就是阿含经很常见的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豪丑 出戏远近 从各个角度 从各个角度 你既然认为有我 你就从各个角度 去观察这个无我 我画一下好了 我刚画错了 所以 我这样教我的弟子 那么得解脱 那佛就跟佛总句是讲 正以持法 诸所有 若过去若未来 若过去若未来 若现在若内若外 若出若西若好若丑若远若近 那么你从这各个角度 去观察 如实之 非我非亦我不相战 通常就是三个四个 不是两个 两个就是长见断见 三个就是 是我亦我相战 四个就是 是我亦我 我在社中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那五个就变成 再加一个相属 或是相战相属 基本上我们大概就知道 无我 如果我们讲两个 就是非产非断 或是不亦不亦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不有不无 这个是两个方面去说的 三个方面就是 是我亦我相战 那么四个就是 把这个相战 再分成两个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如果再多一个 那个就是相属 那五求 大概 大概佛法里面讲 我的 那当然 那么如果要再多一点 也有 阿含经里面也有 后面我们会讲到 就是我过去生为何 我未来生为何 我现在生 是从哪里来 那我未来生怎么样 反正就是 又有一些 就是不求前记 不求后记 然后反正就是 有种种的求我 好 那这个是典型的 是我亦我相战 从这个五类 或者把它讲做四类 那四类是 豪丑出戏 那是一类 好 那么他说 这个受享刑事 亦付如是 就观五运 必于二十 成就三种 如上 自 道 解脱 那道有时候叫正行 那么 这个 巴黎文里面 那基本上是行道解脱 那么 有时候叫行道 或是正行 无上 解脱无上 或是巴黎文作 见 行道 解脱无上 见无上 行道无上 解脱无上 那 扎喊是 自无上 道无上 解脱无上 好 那如果是论里面 集一门直论里面 一样 自无上 行无上 解脱无上 写一下好了 这个写得不太一样 他成就三种无上 三无上 扎喊的 基本上是 扎喊的基本上是 这里的所谓的 自 道 解脱 这个就是翻译的不一样 自 道 解脱 这个是杂 南传 巴黎文 相应部的 相应部的 相应部的是 见 就南传的 那么 行道 它是这么写的 我们就参考 另外一个就是解脱 解脱无上 解脱是一样的 这个是巴黎文的 就相应部的 我们就写相应部的 相应部 这个极义门主论 论里面的 极义门主论 一生六主论里面的 极义门主论 极义门主 它是写 写这个 字 那么 行 一样是 行 字行 所以这个道 翻作道 翻作行 行道 翻作行 解脱 是一样的 大概是 那么它有解释 极义门主论有解释 这个字 这个字 极义门主论解释 这个字 这个写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 那么第一个是 字是 他说 字是 无学的八字 八人八字 无学 八字 所谓的行 行 阿含经叫做道 阿含经叫做道 巴黎伟叫做行道 他是说 无学八字圣道 阿罗汉的 都是无学的 一个是八字 字是指八字 那么行 也是阿罗汉的八字圣道 所以基本上就是八正道 所以他有时候叫行道 你依这个方法 你依这个智慧 那么 依这种 依这个方法 得这个智慧 那么得这个境界 基本上是这样 得解脱 那这个就是 第三个解脱 解脱无上 这个都是无上 就是 再上去没有啦 无上就是究竟的意思 究竟圆满的意思 究竟彻底圆满的意思 可以讲彻底 究竟彻底 或是圆满 就是 已经没有啦 再上去没有啦 这个就是最高了 再断没有啦 这个已经断究竟了 那么 已经 智慧 断烦恼 已经 烦恼已经断彻底了 智慧已经得究竟了 果报已经得圆满了 大概 大概是这样 那么解脱 解脱的话 它是说 这个 静置无生子 断尽烦恼的智慧 静置无生子 基本上就是 依这个八正道 那么得这个智慧 依八正道得智慧 修八正道 正得无肉之 那么 得这个无肉之 然后断烦恼得无生 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那得三无上 就是 你的八正道 你所修的道 你所行的道 所以这就叫行道 就是道 佛法里面 大部分是 先依有肉之 修 修八正道 那依八正道 再得无肉之 无肉之 断烦恼 断烦恼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你先依正见 世间的正见 那么 有智慧 那么修学 那么世间的八正道 世俗的八正道 就还没得无肉 有肉的 那么 得定的时候 得定的时候 然后再引发 无肉的八正道 无肉的 无肉的智慧 那无肉的智慧 修学 那么断烦恼 那么断尽一切烦恼 那么得无上解脱 那么 基本上是这样 不过一般我们讲 无上正觉的话 基本上是指佛 但是在《撒岸经》里面 身闻的解脱 跟佛的解脱 其实是一样的 同一解脱位 大师与大师弟子 佛跟佛弟子 同一解脱位 所以也叫无上 如果从大圣来讲 身闻不能叫无上 佛才能叫无上 那这个我们稍微 知道一下 那么 这个 因为身闻有很多 部派有很多名项 包括所谓的禁制 无声制 然后有 类制 法制 有这种 那法制是 我们还是 顺带讲一下 因为阿罕 就是部派里面 在分析这个智慧 有种种的名项 所以部派就是 名项繁琐 那通常他这里讲到 所谓的禁制 无声制 那就是禁制 断尽一切烦恼 那 断烦恼的智慧 还有两种 叫做法制跟类制 阿罕 阿罕经里面 其实他 比较有讲的就是 法助治跟涅槃治 先知法助 后得涅槃 那法助治是 知因果的智慧 其实就知元起 那 涅槃治就是 断尽一切烦恼 得涅槃的智慧 知无声的智慧 那法治基本上 法治是 可以知欲戒的 见欲戒的苦极 灭到四地 类制是色无色戒 也有通一类 那么 知欲戒的苦极 是可以断 可以见元起 那么 断欲戒的烦恼 那么 类制可以断 色无色戒的烦恼 那三界的烦恼都断了 那么 基本上就断一切烦恼 得禁制无声制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欲戒的 见欲戒的四地 断欲戒的烦恼 然后见欲戒的四地 这个是色无色戒 上二戒 上两戒是同一类 所以叫类制 这个是 毗坛里面 那么它 比较 有种种的智慧 对这些智慧 那么有种种的 这种分别 所以明相很繁补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智 这个是当然从这个 毗坛里面说的 极异门竹论 极异门竹 一生六竹论里面 有一个极异门竹论 但是我们修学 基本上就是 应该有跟大家讲过 从 先从正性 正见 那么开始 但是这个是世俗的 有落的 那么开始 那研发这个 以有落字 就是闻思修 写一下 顺便讲到所谓的智慧 通常我们的修学是 从有落到无落 从有落到无落 从有落 拒责论的也是这样 从有落到无落 那么有落里面 主要佛法里面的 三十七道品 不管你修什么 修哪一种次第 哪一种法门 最后都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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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像智慧是不共外道的 就是无落会 那这个中阿罕 《多戒经》里面讲 众生之所以愚痴生死 众生之所以有环绕忧苦 忧患 一切忧患苦难灾祸 都是因为愚痴 没有智慧 一切的苦都是因为 愚痴没有智慧 那么苦包括 包括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生老病死 幽悲恼 然后乃至于无尽的轮回 基本上都是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佛法不管前面是什么 是戒 是信 是定 当然去到辟也不一定 就是说 他是从哪里开始说 有些从正信 信信念定会 有些从见 有些从正见 反正都是 最后都是会 最后都是会 无落会 那这个无落 这个是从有落会到无落会 那基本上 佛法的修行就是 文师修正而已 有落会里面 主要有三个 所以你不管 不管你怎么修 不管你念佛 持咒 诵经 拜参 不管你修什么法文 修南传 北传 藏传 你最后 你最后 都是要引发无落会 如果你两个法文 就是定跟会 我们叫做子跟官 如果三个次第 叫做禁定会 那么如果四个次第 可以叫信节行政 或信进定会 或信进念定会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都一样 前面不管是什么 后面一定是智慧 而且最终一定是无落会 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 这个佛法的核心重点 那么智慧 什么叫做智慧 见真理的智慧 如时知如时见 就是 这个法 它的实相 你看到的是现象 你看到的是现象 但是现象背后那个原理 现象背后那个原理 叫做实相 那么你看到的是 依这个原理而变化的现象而已 而生命变化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 你如果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会被这些现象所迷惑 那么没有办法 如时知 如时见 它背后的理 所以你依那个现象 你就随着现象转 转来转去 你没有办法解决 那个根本问题 所以你要如时知如时见 看到那个实相 那实相是什么 就是缘起 就是无常 就是无我 就是涅槃其境 叫做三法院 那何而来说 叫做什么 叫做实相 所以法信 法处法见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处 法见 它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那这个你能够看到的 如时知如时见 那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缘起 那深刻的来讲 叫做无我 那如果一大作用来讲 就是方便说 是诸法无我 苗了说是一切法空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要稍微 就是说 知道这个佛法的一个核心 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 没有了解这个道理 它即使修定 它只是指 没有关 那也不是佛教的 它念佛 它没有去看见 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为心所限 心是什么 心是虚幻的 无我的 如梦幻泡云的 它没有看见这个 那也还不是真正的佛教 那不管它修什么法门 那你拜颤也一样 你拜颤 你没有看到 这个所谓的业 业 身 心 基本上都不是实在的 那当然你有障碍 你要先去除 你内心的幽灰 但是 你内心幽灰 就变清净了 实际上也没有 清净心可得 那你 你最后都要走到 这一关 就是要看见 无我的这一关 那这个当然一开始 你当然你心很 忧恼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直接 直接看到这个 但是渐渐渐渐 你就要 你最后这一步 没有做到 最后这个会 无漏会没有生起 远起无我 无自信 这一刻 这一关 没有走到 就叫做 公亏 以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 每个人有不同的修行法 但是不管你修到什么 最后就是以会为主 那么基本上就是 有漏会到无漏会的过程 有漏会就是闻师修 叫做闻师修 叫做闻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那么这个就是正 正所成 那正有原正 有分正 那基本上是这样 分正 比如说从出国来讲 他已经有正了 但还不彻底 圆满不就近 所以他这里在讲 圆满彻底就近 无上 他还有学 上面还有 他还要修 那已经到底了 不用再修了 无学了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有分正 原正 如果从僧文来讲 那就是出国 有学 有学 出国 二国 三国 如果从菩萨来讲 那可能是出地 出地 二地到十地 或者七地 八地 八地是正无身法人 等同阿罗汉 但从佛来讲 从解脱来讲 他究竟 他从成佛来讲还没有 但是如果从分正来讲 出地 二地 三地也是 那圆正 圆正就是阿罗汉 或是佛 就圆满正的 圆满就近彻底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我们叫做文所成会 这个叫做私所成 那么以努力思维而留 那么以修定而得到的 修所成 但是那么要见所未见 那么就是 你看到你之前不曾知道的 知所未知 见所未见 那么你见缘起 这个是你之前不知道 从来没经验过 见无我 那么这个时候就分正了 那么当然有的人很快 不需要说出国 二国 三国 有些人一下就证阿罗汉 那他是很快的 那有的人比较慢 证出国之后 证二国 证二国之后证三国 证三国之后证四国 有的证出国要停留很久 七次往来之后 可能弥勒佛 七次往来弥勒佛下来 他可能还没下来 有可能 因为他升天一次很长 那他如果七次 七次天忍算一次 他只要升三次天 那一次 一次不知道多少年 那么从天上再下来 可能不知道遇到哪一尊佛 那如果没有遇见佛 他也会成辟之佛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正所成 正所成 那么有所谓的分正原正 那么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这个得 稳守成 失守成 修守成 然后有的直接证阿罗汉 有的证出国 有的证二国 有的要几十年才能证 像罗霍罗 那反复反复几次 又五遇 又六处 又延起 反复思维 又为别人讲 他才证阿罗汉 像产佛 成早就出家了 但是 几十年放映 那么所以他也没有证 后来佛要入涅槃 佛已经入涅槃了 他才紧张 到处修 到处修 那么他才证 那像这个穆建人 那只听到 穆建人跟舍利佛 只听到云起记 他就证出国 稍微用功一下 就证阿罗汉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 还要有生得慧 就是与生俱来的慧 就是你过去生修的 生得慧 就是你与生俱来的 这些 这些聚会 就是 这是智慧 你过去的智慧 那么 所以你看 舍利佛目建人 过去有聚的那个智慧 然后他现在一闻 他就证过了 那像如果是 证出国的 那再来了 再来 但是他只要听到 弥勒佛说一个法 他马上就证阿罗汉 因为他 他过去累积的多 那我们现在 不管过去累积的多跟少 但是我们一定有累积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出家 会做人 会出家 会学佛 会相信 会愿意这样修行 基本上都有过去累积的智慧 那个智慧 也许成熟 也许还没成熟 也许 也许深入 也许还不深入 但是不管 我们现在努力 我们未来就有机会 而且一定会累积 他不会失掉 就算你有隔音之谜 你的业力 你的智慧 那么他不会 他不会不知道 他不会迷失 业本身是这样的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是 一切都依智慧 所以 阿兰坚常说的 鱼吃无闻反复 鱼吃无闻 从闻 会从闻开始 从多闻开始 那鱼吃无闻 因为 因为无闻 所以鱼吃 鱼吃是果 无闻是因 所以他才是一个凡夫 智慧多闻圣地子 他多闻 所以他有智慧 可以成为圣地子 可以入圣流 基本上就这两类 有智慧的 从佛法来分 学习佛法的人 他主要分两类 有智慧跟没智慧 智慧多跟智慧少 金刚经的说法就是 一切贤圣 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对无违法 就是对真理 如实之如实见这一块 他有没有了解 了解多深 多广 那凡夫 以福报来分 有福报的 有威德的 有什么的 他不以智慧分 他以福报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天王 天子 天人 乞丐 皇帝 都以福报来分 但是学习佛法的人 不以福报 不看哪一个人到场大 哪一个人到场多 哪一个人弟子多 看他的智慧 智慧从哪里看 他遇见事情 他很冷静 有智慧才会冷静 没有智慧就会紧张 忧患 对未来忧患 对现在不安 对过去忧悔 反正就这样 常常在起烦恼 遇见事情不会处理 这个是 你有智慧 然后慢慢了解世间的真相 知道世间如梦如患 所以不忧不悔 那么对于他所学习的佛法 没有疑惑 那么他有这些特征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从学果之后 从学习佛法之后 本来很容易生气的 现在比较不会了 本来很贪恋的东西 现在比较不会了 那个就是智慧的 那个就是智慧的作用 智慧一个就是 智慧它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常常在讲 它就是五个层次 它让你觉察烦恼 让你觉察过患 让你觉察过患 让你觉察烦恼 让你觉察痛苦的根源 让你觉察 解决痛苦的方法 就是你了解这些 就是让你有觉察 让你能够觉察烦恼 这是第一个 觉知 智慧就是正觉 圆满的就是正觉 那无弱智就正觉 觉察烦恼 然后你智慧有力量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控制烦恼 让烦恼不扩大 我现在的智慧力量不足 所以我还没有办法 就是小孩子 拔一根草可以 拔一根大的树 它力量不够 所以它必须长养力量 那你一面长大的时候 那个小树苗 会不会长大 不一定 但是你一直给它烦恼 就一直给它营养 那你一面长大 那个树苗也一面长大 但是树苗长得比你快 那你就没办法拔它 所以学习佛法的时候 就是一方面要克制烦恼 那么不要经常给烦恼营养 那烦恼营养是什么 你就经常起烦恼 硕硕它就 烦恼就不断增长 不断滞长 越粗越细越多 你就拔不完 所以它了解了 了解了这些过患 它一方面 因为你没有办法 完全不起烦恼 即使知道你也 因为过去的习惯性 跟现下的能力 就好像我也知道生病不好 但是我也没办法 完全避免不生病 对不对 那何况是起烦恼 也一样 平常你不惹我 我当然没有烦恼 你来惹我 我怎么能够忍得下这口气 基本上就是有些境界 还要看你的善根 善根就是 你容不容易起烦恼动物 弹成痴 然后你一旦动了 你有没有能力控制它 还要看这个 还要看你的善缘 你的境界多不多 有的人境界很好 天人不太起烦恼 有没有什么 没有恶阴恶元恶业 没有恶阴恶业 没有那个恶心 然后没有那个 他恶心调补助 所以他升天 善性比较强 然后没有那个恶元 没有那个恶人恶事 恶劲来刺激他 没有啊 天人没有 然后他本身恶业辅助了 还没现前 所以也没有恶业受报这种问题 所以他不容易起烦恼 但是因为他不容易起烦恼 比较没有苦 他也不太会想修行 因为修行最主要是要离苦 从离现在的苦 想到要离究竟的苦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修学佛法 那么我们说最重要是智慧 那么智慧表现在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然后有力量的时候 可以调悟烦恼 但是在觉察烦恼之后 你就要想办法不让烦恼 不让烦恼情成 势力跟业力 比如说你想杀人 那你就真的去杀人 好 你虽然很后悔 你虽然很后悔 这个杀人的业 它后来就会对你造成障碍 那个是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说 我不要 我忏悔 他业就清静 不会 你有烦恼 你把烦恼断掉了 心就清静 但业还要受报 所以他有业障 有暴障 有烦恼障 那已经受报了 已经受报了 他就是暴障 比如说三二道 三途八难 他就是暴障 那这烦恼本身也有障碍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好控制 所以有智慧就知道 烦恼在哪里 烦恼的行处 烦恼的住处 烦恼的行处跟住处 我在哪里容易起烦恼 起什么样的烦恼 我要从哪里下手 以克制这个烦恼 所以智人除心不除尽 愚人除尽不除心 这差别都在这里 那么你一旦不断除尽 你把它除掉了 他又来 把它除掉 你就很生气 你就会非常生气 越来越生气 那么这个愤怒就越来越大 你就干脆 哪一天把它抓起来 杀死了 让它不来 就变成这样 那一样 我们的烦恼作用 那智慧就是 你可以觉察烦恼 可以控制烦恼 那觉察烦恼 到控制烦恼 稍微要有点时间 那么一方面控制 不让它增长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让它烦恼完全不动 烦恼完全没有烦恼 那一般是不容易 但是你智慧增长的速度 要比烦恼增长的速度快 你智慧的力量 要比烦恼的力量大 那这样就可以控制 就像两个人打架 我的力量比你大 我把你绑住 让你不能动 是不是 那他力量比你大 那是你不能动 不是他不能动 所以你烦恼 烦恼比较有力量 它就会影响你那些 往烦恼的地方走 往造恶业的地方走 就这样 不知不觉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你必须要控制 就算偶尔 偶尔 被他控制了 你那个内心要很有力量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要做到 因为 你思维他的苦患 你不做到不行 你越来越痛苦 我不要长期被他控制 我要自在 所以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在 就是不为烦恼控制 这个叫做解脱 所以持戒 有时候叫别别解脱 因为你不持戒 你就是造恶业 造恶业就是受烦恼 宰治的情况下 你身不由己 你虽然也想做好人 但是这个情况下 我不想做好人 反正就是这样 要使大家死 反正就是像这样 但是你还没让我死 我就先让你死 就算我要死 我也要脱离下水 就是这种烦恼 他会一直造作 所以智慧表现在哪里 智慧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遇到境界 他很安定 或是他的慌乱 很快就解决 因为他在想解决的方法 或是他在思考 这个境界是什么 分析 然后要解决这个境界 内心的烦恼 那一般的人就不是 追逐境界 随着境界 人家讲你一句好话 快乐的要命 人家讲你一句坏话 痛苦的要死 然后不只是暂时的痛苦 回去还想很久 那么有些从此 老死不相往来 恨他一辈子 恨他生生世世 就这样 那这个基本上 就是烦恼的象状 智慧的象状不会这样 他会分析 然后最终会朝 无常无我 然后如果他真的见到一切法的 就是这个是因人所成的 这个是烦恼救 非是众生果 反正他从持心 从智慧下手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在烦恼上 就是从烦恼上 得到控制跟解决 他目的遇到困苦 他目的在解决这个困苦 升起烦恼 他目的在解决自己的烦恼 那么这个就是智慧象 智慧就是除烦恼象 不起烦恼的能力 智慧就是绝造烦恼的能力 控制烦恼的能力 调伏烦恼的能力 断除烦恼的能力 基本上是这样 那烦恼就是我们的忧苦 我们有很多种烦恼 所以你常常亦有烦恼 忧悲苦 你很怕人家看不起你 也是一种烦恼 你很希望别人都赞叹你 也是一种烦恼 别人赞叹你 你就乐不可知 那也是一种烦恼 别人鄙视你 你就伤心得要命 还是一种烦恼 所以叫做霸风吹不动 当然我们一开始不能做到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过患 你的目标就是要做到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不是我不管它 我假装听不到 看不到 而是你知道 但是你不为所动 不是你把眼睛遮起来 耳朵看起来 自己 自己 很阿Q的说 那个不是在说我 那个不是在说我 你这样 那万一它真的说你 那你不是更生气 所以基本上 当然一开始 你也可以这么说 这么想 但是你终究要回归到 这世间如梦如幻 无常 无我 这一块 那这个不过就是因缘所成 他今天会这样讲我 假设不好的 不过就是 他的烦恼 跟现在的因缘 跟我的因缘 那么结合 一样是跟陈世 然后他做了分别 那么做了这样的反应 受想失 那么他做了这样的反应 他有这样的感受 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有这样的动作 然后我又听到了 那他要怎么受想行 我要怎么受想行 前面都是那个是 心 心意识在分别 那么这个还累积过去的 善心 就是善根 每一个人善根不一样 善根就是智慧 无贪无辰无痴的能力 性静念定位的能力 对佛法正见跟不正见的能力 那这个是就是说 像我们读阿含经 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教我们 所谓的修行跟观念 正确的观念 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事件叫做价值观 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然后有适当的修行 正确的修行 然后一直往前 你基本上就可以得到 圆满的果报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说这个会 基本上就是有落会到无落会 那我们目标就是这个 那因为无落会一定要有定 或是跟最少 最少要有久住心 那么正念正定 那么引发无落会 它可以就断烦恼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 都是处在控制烦恼 跟调伏烦恼的阶段 但是前面一定要觉察烦恼 你如果不认为 这个有过患 就未患离 未患离 胃就是在烦恼里面了 胃就是在烦恼里面了 在起烦恼了 那你要看到烦恼 而且要知道要调伏烦恼 那我们不是起烦恼要调伏别人 我们都是这样 起烦恼要解决境界 不是 要解决烦恼 当然境界会引发烦恼 我们看什么样 如果没办法 不能离心就离境 基本上是这样 或是创造一个 或是转境 它就是离境或转境而已 比如说 那么你一直骂我 我受不了 我就离开 我不要让你骂 我道歉 或是离开了之后 我还会想 我就听音乐 看书 打球 我就这样 我就另外一个东西 把它转掉 就是要不离境 要不转境 那因为你不能离心 因为你会因境而发心 你会因这个境而起这个心 所以你在没有办法调伏心 会一直起的时候 你看到我一直在起烦恼 你就离境 那离不了境怎么办 就转念 转境离境都没办法 那你就什么 你就转念 一一不断地转念 转到没办法 佛法想念止息经 舍底善恶 开始念佛 念经 念作 专心念这个 就没办法嘛 就用这个来压 压住 先压住 有时候可以离就离 离了之后开始转 就不要去想这个东西 看间 听音乐 喝咖啡 找朋友聊天 反正都可以 那就转掉 转掉再没办法 你没有人转啊 怎么办 就心里面想另外一件事 不断想 念佛也可以 就让心专注 也是可以 就念大悲咒 念心经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 有一个心力 让你集中的地方 因为你有这个心力集中 你就不会攀那个圆 六根攀六成 你不会攀那个圆 这个是佛陀教的 好像在想念止息经里面 它有几个次第转 我们其实真正要学的就是 怎么发现我们的烦恼 怎么处理我们的烦恼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后来 解决得了 解决不了 我们都放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就努力了 我知道有一天 它会 如果不行 就表示你还要调整 在调整方向 调整角度 调整观念 调整做法 就不断不断地这样 好像看药一样 加减药方 就是不断调整 因为你目的就是要解决它 所以你一直往这个目的前进 渐渐渐渐渐 你就会发现 你一定会发现 你自己比较自在 外界仍然影响着你 外界仍然影响着你 比如说冷热 它也会影响你 但是你不会那么苦恼 在没办法的时候 你也不会那么苦恼 可以当然比较到清凉的地方 但不行 你也不会那么苦恼 不会那么暴躁 不会那么受不了 不会 那个人也一样 是天气的关系 是人的关系 有情无情的关系 你都可以堪了 所以这个就叫生人乏人 它就叫生人乏人 它是必须要有智慧的 它不是压抑 它不是压抑 不是的 所以我常常讲 人上面那把刀 是在除烦恼的 不是插在自己的心上的 因为上面有智慧 有一把刀 所以烦恼到这里 都会被它截断 然后这把刀 是保护底下的心的 它不是插在心上 它是保护心不受伤害的 那个刀就是智慧之刃 不是 那我们的人是 那个刀是插在心里面的 躺着血的那一趟 那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是没办法 这样是没办法 这样只是增加烦恼 就算忍过了 心也是满满的受伤 这不对的 所以它是要有智慧之认 像文殊菩萨 它的智慧见的 所以我们的心上面 都要住着一个文殊菩萨 住着一个观自在菩萨 基本上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烦恼 其实我本身自己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慢慢慢慢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害怕 忧虑 恐惧 不安 痛苦 你只要有这一种烦恼现象 这就都叫做烦恼 乃至贪爱也一样 那么你就要提起 提起念头 就告诉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就是为 你已经在这个烦恼里面 为 换 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那么有深有浅 那么你有很多 但是你要先处理哪一部分 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处理 很多事要做 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 同时做 不行 那么多烦恼 你没有办法 当然你如何把烦恼的根 我见我爱断掉 那个就是同时处理 但是我们还做不到这里 所以我们先让那个比较粗重的烦恼 过患比较大的烦恼 一样是烦恼 过患有大有小 你那个瓦斯鲁 漏气 水管在漏 它都会造成障碍 要先处理什么 先处理瓦斯鲁 水管漏等一下再处理 先处理瓦斯鲁的问题 人家漏气就被毒死 就花火爆炸 所以你要先 你要看 你要看 所以你要 为患理就是 你要思维这个烦恼的过患 有很多 不是一个 哪一个比较粗重 要先处理 但是从佛法来讲 最先要处理的过患是什么 邪见 邪见 见烦恼里面邪见 因为邪见 会让你越来越迷 你不知道出来 而且你会因为邪见 增长邪见 增长鱼痴 你会 就算你用空修行 也是朝错误的地方去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记证见跟证信 这个是第一个要有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什么烦恼 爱烦恼 爱烦恼里面最重要 要处理的是什么烦恼 称烦恼 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 所以八真道第一个是证见 如果你没有正见 就算你很用功 你很用功 你很精进 你平常没起什么 出众的烦恼 但是邪见是一个根本烦恼 它就会让你剁三二道 就算你有戒有定 它还是会让你剁三二道 所以正见是第一个 要处理的烦恼 但你先有正见 有善有恶有恶有报 有凡夫有圣人 有过去有未来 你先有正见 了解真正的魔法 然后知道后 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称恨心 因为称恨心的过患比较大 称恨跟贪爱比较起来 称恨的过患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贪爱非常重 那么贪爱不成 就会引发极大的称恨 那么如果你有没有 你都不会引发过度的反应称恨 那表示你的贪爱没那么重 那你有得不到 得不到玉石俱焚 或是要毁灭它 或是要怎么样 那个表示你的贪爱是什么 非常重的 那么所以 假设有一件东西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事 那么你得到了 非常的欢喜 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警戒 那你失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欢喜 你失去的时候 你就非常痛苦 非常愤怒 非常不安 非常恐惧 真的 你要思考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有时候就是要 所以你要 你的贪爱要降低 你不要那么贪爱 不管是你家的人 你自己 你自己是放在最后面 因为这个不容易 你家里的人 我们爱他们 但不是爱到 没有他们 我们就会死 不是这样 我们非常爱他们 在我们的姻缘里面 我们尽量照顾他们 我们爱他们 他们爱我们 那是好的 那么我们的朋友也一样 我们的侄女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兄弟姐妹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我所爱 我的车 我的猫 我的狗 如果你家的猫往生了 你哭得死去活来 那个表示 有一天 你家的猫没有死 但是有人打你的猫 打死了 我告诉你 你会撑撑那个人 撑撑一辈子 一样 这个就是爱很浓 然后转过来就变成撑 撑是由爱来的 所以爱断掉 撑就断掉了 浴滩断掉 撑就断掉了 所以当我们 对人事物境界 产生特别贪爱的时候 你就要警觉性 因为这个 我所爱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我爱来的 我爱中的话 基本上烦恼就中 一切的业 一切的烦恼 都从我爱来 我爱从我见来 这个我们要 常常思考这个道理 所以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 你的过患在哪里 你的过患在哪里 你要处理什么问题 那你这个 还没形成过患 但是你知道 未来会形成过患 你现在就要处理了 就好像 你那个瓦斯管生锈了 你看这个生锈了 这个不处理 等一下爆掉 它生锈了嘛 或是电线 皮已经被老鼠咬掉了 会电线走我 你又赶快处理啊 那类似像这样 那有一些烦恼 还是要处理 但现在没那么紧 没那么快 就比较可以先放着 那么第一个要处理的 当然就是承承心 如果你常常 常常非常激动的 愤怒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非常愤怒 小事情你就愤怒 那你就危险了 小事情你就愤怒 那你就危险 动不动就生气 那你就危险 真的 它表示你是一个烦恼众 烦恼众表示 它的智慧是没有能力的 智慧是薄的 智慧是薄的 它如果再没有善缘 善缘就是 可以引导它 劝导它 的人 让它学习 不生气的人 如果没有 因为它没有 它又没有善业 没有善业 就常常 会有起烦恼的机会 没有善缘 起了烦恼 没有得到 抑制 控制的机会 没有 没有善根 不会觉察 自己烦恼 你看 它就是这样 你没有善根 你没有办法 觉察自己的烦恼 那其他后面就不用讲了 你还没有善业 就是常常 常常会在人事物上 起烦恼 又没有善缘 恶缘又多 起烦恼的机会就多 然后没有善缘 可以抑制 你不起烦恼 那你很危险 你很危险 你很容易下三二道 真的 那我们就是观察这一些 你修行基本上 没有什么 就是断烦恼而已 为什么 因为烦恼会造业 烦恼本身会让我们痛苦 造业之后 让我们不得不受苦 你把烦恼处理完了 你业没有 你业还要受报 还要苦 但是如果你已经没有烦恼 那也没关系 生苦心不苦 但是还是苦 但是这是一般还没做到这样 你没有办法生苦心不苦 你生小小的苦 心就大大的烦恼 大大的苦 所以这个时候 你最要觉察的就是 烦恼 那烦恼 烦恼 处理烦恼能力就是智慧 它必须要闻思修 多闻 那思考 像我刚才跟你讲这么道理 都是让你们思考 如你的思考 我要这样这样 那我日常生活里面 我日常生活里面 我昨天 我今天 我最近对哪些人 对哪些事 对哪些东西 乃至于对我自己 那我起了什么烦恼 那我 这个 它会形成什么过犯 我必须要怎么处理 才好 我要朝哪个方面去努力 去修行 这个很重要 我们先下课 我下课就会访不键 我下课就会讨论 我下课就会讨论 我下课就会讨论